你好,欢迎收看7月29号的大花莲新闻,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总经费4.27亿的第二代新建英大桥 在2019年动工后,历经两年多10座 终于在29号通车启用 而其中双塔造型如双手和石般祷告 象征两位老师将继续守护通行民众 44年前殉职的教师张健,邓玉英 换来了花莲西上第一座钢筋捆泥土的建英大桥 29号上午,县长许正位立委副宽奇,镇长萨文龙以及多位代表 在当地六位头目的祈福之后,启用通车 两年前,我们已经开工了,我们已经开工了 我们已经开工了,我们已经开工了 我们已经开工了,我们已经开工了 县长表示非常感谢相当多人的努力 才能够将这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桥梁兴建完成 花莲西两岸的乡亲能够非常的平安的行走 以及求学上班或者是货物的运送都保全了 凤林在分隔这个花莲西分隔两地的乡亲能够非常的安全 在新建我们的新桥,我想这是一座非常令人感动的桥 960米长,以及我们升高的整个桥面 宇宙桥差了两米 最高的我们的这个最高点,桥面的最高点 一共有23年 经历了两年 这两年,我们看着它 看着它这几个月开始试灯 开始夜间来点亮 好美,好令人感动 更加更加的激动 桥长960公尺,桥面宽9公尺 是一座塔高23公尺的双塔造型 极背桥同时也荣获了2020国家卓越建设奖 最佳规划设计类金纸奖 以及第14届优良工程金安奖 那新的这座建议大桥呢 是我们经过这个像花东基金 由国发会 还有我们经济部水利署 来核定补助的 那当然县府又配合了一些地方的自筹款 来完成这座新的建议大桥 那新的建议大桥长度呢960公尺 它的宽度是9公尺 那这个在整个防洪还有安全上面都大幅的提升 而且我们这次在整个新的桥梁里面呢 我们采用这个极背桥两个双桥塔的方式 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桥梁包含夜间的景观 所以说这个以后呢 会变为花莲县的一座地标的桥梁 时隔40多年连接凤林镇三星里大荣里的建议大桥 因民国66年间带纳台风秦台造成了吸水暴涨 张建邓玉英老师与其他师生牵手过膝不慎被冲走丧命 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拨款兴建水泥桥 并命名建英大桥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